在今天的開箱之前呢 我們先來到了Besterman 今天的目的呢 就是來尋找一個最適合我的工作桌椅 那Besterman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對一體驗 預約完成之後呢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獨立的展間 除了非常有隱私性之外呢 還可以有專人服務喔 那Besterman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 就是你在這裡呢 可以找到非常多人體工學的品牌 所以你想要找什麼樣的版型 什麼樣的大小 甚至是什麼樣的顏色呢 在這裡都可以一次挑到好 那這位呢 是不是今天幫我們服務的專員 桌子跟椅子都可以做調整的話 會是以 意志先開始作為調整 那椅子哪張 來做體驗 這張的話 坐感質地會比較柔軟 椅墊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再去把它做拉長 它還也可以往後卡 那這張聽說是它的 進化版 往後的坐感 你會感覺到它比較硬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去做 往上起的調整 腰部這邊 它可以去做 高度上面的調整 那桌子的部分 我剛剛一進來就看到 這一張 Desktop 今年大概年初的時候才剛推出的 電動升降桌 這個尺寸的話是 160x72 另外一個規格的話是 120x70的 它跟一般的升降桌 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它直接自帶了整線槽 這也是我們聯名桌的 它是兩截式的 我們有分 三截式的桌角 跟兩截式的桌角 那它的差別在於升降高度 這個顏色的話是 煙草項目的 除了這款顏色 還有另外兩款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做最後的思考 看看到底要學哪一帳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歡迎來到穿搭系列之 新品開箱 相信夏天呢 大家都一定 非常的想要去海邊玩吧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泳裝 那其實泳裝呢 也分成多種嘛 其中最厲害 最性感的 那肯定就是比基尼啦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開箱比基尼 在網路上看了還蠻多的 像是低卡 或者是一些各大論壇的討論 大部分呢 還是集中在幾個牌子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買了 其中三個牌子 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第一個呢 是賣時裝為主 但比基尼也很出名的 AIRSPACE 那第二個呢 就是以泳裝 而且還是集中 脫高 暴乳為主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平價的 因為其實前面這兩個品牌呢 都還蠻貴的 一套泳裝呢 大概都要 兩千到三千左右 那很多人呢 會選擇到網路上買我們的 第三個品牌 SHEIN 它其實是歐美的一個牌子 那在上面呢 就有 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每一個上品圖呢 看起來都非常的厲害 但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超級便宜 只不過SHEIN 我自己之前買起來的新的呢 是還蠻好看的 但是都不太集中 因為畢竟它比較偏向歐美嘛 那歐美的泳裝 其實它並不主打集中脫高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選擇了 這三間品牌的其中幾套泳裝 一起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好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第一套呢 是AIRSPACE的當季新款 登登登登 你可能會想說奇怪 這樣看上去不就是一個AIRSPACE的經典款嗎 那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鏈子的部分 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網美 在拍照的時候呢 都會出現這一套泳衣 那它是這樣子掛在比基尼的下面 所以上半身的部分呢 你就會看到它這樣子有點垂墜感 然後最後會綁在腰上 那我們再看一下比基尼本身 仔細的看一下 其實它的顏色呢 比較偏張橘 台質也不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經典款那樣子素面布質的 它是有點亮亮 像亮片感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種材質的 那褲子的部分呢 其實它有很多種可以做選擇 那我自己是選擇一個最經典的 那你看它上面這裡有一個扣環 因為呢 它在褲子上也可以再加上一個鏈子 這個鏈子呢 一樣會綁在你的腰間上 所以你的腰間呢 其實會看到一條八字形 跟一條到八字形的鏈子 我覺得這個呢 那完全就可以修飾你的腰身 今天的第二套呢 也是Webstrand的當季新款 非常漂亮 這個藍色 它比網路上的圖看到還要再更漂亮一點 而且呢 我覺得它非常特別的地方呢 是在於它的後背帶 它是用一個金鏈 然後兩邊呢 是像內衣這樣子 你可以拉你的鬆緊度 那我自己實測的話呢 我的胸圍大概是70再少一點 穿上去呢 要拉到最緊 我覺得它的刃局應該算是蠻廣的 另外還有這個比基尼肩帶的部分呢 也是有做這樣子金扣環的 質感上也算是蠻好的 它的材質呢 跟剛剛第一套的AIRSPACE 其實還蠻像的 就你仔細看的話呢 它比較亮 是會反光的 接著看到褲子的部分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特別 好像是第一次買到 這麼有設計感的褲子 但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屁股這邊很鬆 即使我們把它綁到很緊很緊 轉到背面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 這一塊布好像沒有完全貼合你的屁股 但是設計上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前面這個地方呢 是才兩段式的綁帶 跟單綁帶比起來呢 又多了一點不同的感覺 就你只要不要轉到背面 不要照到那個 郎郎的屁股的話呢 拍照起來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第三套呢 是虛應的泳裝 那因為虛應在網路上的款式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覺得它的款式 大概跟淘寶有了比 我選的都是有襯墊的泳裝 因為畢竟在前面的兩間呢 它都是有胸墊 然後可以把它集中拖高的 所以我覺得要一樣的標準 在虛應上面呢 我也是蠻有襯墊的 登登登登 其實它的顏色配色 我自己好喜歡喔 我覺得它的紋路跟第二件 Waveshrine的那件有一點點像 但是材質上就完全不一樣了 老實說 還是Waveshrine的 看起來材質稍微好一點點 內襯的部分也是 還蠻一般的材質 不過實際上穿起來之後呢 又比想像中的 還要再更漂亮 因為它的包覆效果我老實說 我還是不抱任何期待的啦 但實際上穿上去之後 欸 集中效果還蠻好的 而且它這個肩帶的部分啊 做得很舒服 所以其實我把它拉到蠻緊的 就不會感覺說 你好像有一條東西在這裡 把你的肩膀給弄到整個紅紅的 這樣的 我覺得比前兩間都還要柔軟 褲子的部分呢 也是一個蠻基本的三角褲裝 不過還蠻意外的 它背後這一塊還蠻貼合的 可能是因為它旁邊有這個綁帶的設計 所以你只要把它綁到比較緊的話呢 那其實後面這塊布也是可以完美貼合的 好的各位 經過上次的專員幫我們介紹之後呢 我們終於挑選好了 最適合我們的升降桌以及人體工學椅了 而且Besterman呢 還有一個很棒的服務 就是運送加道福安裝 所以你只要稍微加一點價格呢 你就可以享有專人幫你服務 這就是我們設備上去之後的樣子 是不是超漂亮的 而且非常的整潔 就要歸功於它的極限槽了 它的極限槽的部分呢 有三個 那它在那個極限槽下面呢 會有一個布織布的極限帶 所以不管是你的滑鼠啊 你的螢幕啊 甚至是主機的線 都是可以藏到後面的 再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這個釘板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置物架 可以看到它有個Switch架 超帥 超級有電競感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桌面上面 它有一個極限盒 就可以插USB Type-C 甚至是你相機裡面的這個記憶卡 最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桌面下面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東西 就是水杯架 那在另外一邊呢 它有這個耳機架 讓你的桌面 非常非常的乾淨 好那椅子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下調整 那首先先調高度 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調整一下 腰靠的部分 調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調一下椅背 之後呢 頭枕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把它調上來 OK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長時間坐在電腦桌前面呢 真的是需要調整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角度 非常開心這次跟BESTMAN合作 找到了又漂亮 又很適合自己的桌椅 非常推薦你們去預約試用看看喔 商品跟官網呢 我都已經放在資訊欄了 趕快點擊去預約吧 好那第四套呢 又回到了我們的AIRSPACE 接下來的兩套呢 因為泳裝實在是太貴了 沒辦法買這麼多套 所以呢 接下來的兩套都是我 之前就已經有穿過 也有在IG上拍過的兩套泳裝 那話說回來 第四號呢 是AIRSPACE的聯名款 那這款泳裝呢 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在於 中間的這個腳叉 做得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旁邊這邊是採比較厚的繩子 所以包覆座的部分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我好像買小了一點點 腹乳的部分呢 就有點包不太進去 負責部分呢 是我拿其他的牌子來搭配的 搭的是H&M的這個高腰的三角褲 其實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穿高腰的褲子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 你可以讓你的腿看起來比較長 第二個呢 是它可以收你的小腹嘛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收小腹 不然真的非常的辛苦 第三個呢 是如果有假髮寬的人 其實穿高腰褲的話呢 他就可以把你的假髮寬稍微有修飾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下半身比較有肉的人 那第五套呢 也是我之前在歐巴伯尚買的一套泳裝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 直到現在呢 我還是很想要穿它出去拍拍照 就是這一件 波西米亞風感覺 然後又有搭有一點點 埃及風的那種裝飾 跟一般的比基尼看上去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而且呢 它的材質也是稍微比較偏亮面一點的 然後帶有一點皺褶 也是讓這個整個比基尼變得很有設計感 另外顏色的部分呢 可能鏡頭上看起來有點藍綠色 但實際上我自己這樣看呢 它其實是比較偏深綠的 帶有一點點點的藍而已 那褲子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搭配它的同款 有點像眼睛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說它有點埃及風 發現如果你的上半身是一個素色的話呢 下半身搭點花紋 可以有助於讓你的比基尼看上去比較有設計感 我自己個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套了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套了 是虛擬的新款泳裝 一樣就是我在網路上買 因為它比較便宜 一次可以買個三套到四套都不會很心痛 這次買的呢算是一個比墨綠色再淡一點的 有點像亞麻綠的那種感覺 它的重點呢也是在胸前的兩顆扣環 然後褲子的部分呢我自己是比上衣更喜歡的 因為它的這個設計的部分 有做兩個這個金扣環 這款泳褲雖然看起來真的是有比較丁一點 那你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穿上去就是整個繃住 讓那個肉這樣擠在一起的感覺 實際上的材質呢我覺得穿上去是舒服的 不會有刺刺的感覺 雖然他們真的都很便宜 這一款實際上穿上去呢 也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更集中 我們可以看到它側面的部分 其實它胸墊就已經有幫你挖好一個 還蠻深的背型 所以你只要胸部有肉的話呢 穿上去都是很集中的 好了那今天的泳裝開箱呢 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自己來說的話呢 其實今天的薰衣兩套泳裝 都讓我還蠻驚艷的 因為我其實之前買過 蠻多次薰衣的泳裝 那穿起來呢 跟今天的都不太一樣 通常就是完全沒有集中效果的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今天挑選到的薰衣泳裝 都是有這個秤杯的 所以它穿起來之後呢 還是很有集中效果 只不過以款式上面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比前面兩件 稍微單調一點點啦 因為今天開箱的 不管是WebShine呢 還是AirSpace 你們會發現 它都有很多 Lily Coco 雜七雜八 各類的小配件 那其實那個配件呢 我真的覺得 對於比基尼來說 是蠻重要的 穿起來才不會覺得說 你身上的肉白太多 那今天其實也有拍蠻多 就是各種配件 搭上去泳裝之後的樣子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那接著呢 你們還想看我開箱 怎麼樣的服裝 或者是怎麼樣的穿搭搭配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掰掰